歡迎回到財經新世界 投資人要怎麼樣才能夠避免買到所謂的問題 借殼股呢 除了我們剛好提到股價異常是一個警訊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都能夠看出端倪 我們來聽一下專家的分析 基因國際從去年八月轉投資胖達人之後 這一年股價走勢 幾乎是隨著胖達人的聲勢大起大落 光是去年到今年 桂埋中心已經22次把基因國際列為助益股票 而他除了股價異常 今年有兩位獨立董事先後辭職 五月到八月又有內部人士大量轉讓持股 這些都是警訊 不過分析師認為他還有一大問題 是不務正業 併入胖達人之後超過1億表示營收有七成是來自於轉投資 那本業這個公司就變成有點不務正業了 也就是說他掛牌的這個產業跟他這個營收大部分的比重來源 是這個不相干的 那這種公司就比較容易出現這個狀況 明明是生技股卻經營的像是餐飲類股 公司營運狀況投資人也該多注意 所以專家建議投資介殼股最好設下觀察期 如果三大法人都沒在進出你可能就要小心尤其投信或外資 通常這個是我們認為是比較具有專業度的 會從基本面的分析去看一家公司的股票 三大法人都沒在買 你不要以為你撿到黃金了 那有可能他背後隱藏了一個很大的風險 借殼上市的一個公司的話基本上要去注意他的這種公司經營的情況 他的獲利是不是能夠跟得上這個股價的變化 兩年基本上你很難看出來他的經營能力好或不好 所以我的建議是至少還要再觀察個兩年到三年 我想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借殼上市公司獲利穩定成長股價也合理 也許可以投資 其實市場上透過借殼上市成功的企業也不少 當時鼎芯入住衛權的時候 剛開始是並不成功的 股價曾經跌到四塊半 那但是後來呢 因為鼎芯呢 他在中國大陸是以食品起家做得非常好 因為他的氣夠長 能夠讓整個衛權這樣撐過那段時間 事實上現在衛權回到六十塊 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除了鼎芯 還有龍岩生陽等知名企業也都是借殼上市 但精英國際炒股移雲 讓投資人對借殼股產生疑慮 其實最重要的是進場前做足功課 進場後緊盯動態 就能為自己的投資把關 我們再來總整理一下 借殼公司可能會出現的四大警訊 帶你來看包括了 公司營收如果突然下滑 財務或是會計主管突然辭職 還有多位獨立董事先後辭職 以及內部的人在短時間內大量的轉讓持股 我們就繼續請教兩位 先請教總監 怎麼來看 就是說如果民眾要辨別特定的股票 是不是有坐手介入要來怎麼分辨 對 我覺得要投資借殼公司 你最重要要看一點 就是這個借殼的人 他是什麼人 譬如說這次的徐勳平 其實你以前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對不對 那如果以前的這個 譬如說龍岩建設的這個李士聰先生 你可能以前就聽過他的名字 所以你要借殼這個人 他的實力到底如何 假設說他已經是個知名的公司 他其實只是因為譬如說 他真的沒有辦法上市上櫃 他才去買這個殼的話 他這個要借殼上市 成功的機會就非常的高 那反之是說你沒有聽過的 包括說市場主力色彩非常濃的 他去買這個殼的時候 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再來就是說 你在這個買這個殼之後 他每一年都會有這個股東會對不對 股東會他會有一個公佈股東的名單 你去看看他的大股東的名單是有誰 以這一次基因公司為例的話 為什麼他會出問題 他裡面有非常多市場的主力 包括什麼林寶田 余仲淵這些 你看到這些名單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他們是不是真的在從中間在牟利 另外就是說股價是不是有異常的波動 我剛才提到說 你股價還是要有一個合理的本益比 譬如說你是生技股 你就是大概30倍的本益比 所以電子股都是一個合理的本益比 你一旦股價偏離這個族群的本益比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說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問題 當然剛才看到了幾個問題 包括說營收突然的下滑 甚至說財務主管請辭這些問題 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財務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說很多公司裡面 他其實財務主管都是最先知道 這個營運的狀況是怎麼樣 甚至這一次不是基因被這個約談裡面 他還約談了基因公司的財務長 所以財務長的這個變動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說包括財務長的突然辭職 甚至說他變更這個會計師 這個本來會計事務所 甚至換成別家會計事務所 這個都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那這一次基因公司裡面出現這個 獨立董事辭職 這也都是一些重要的原因 當然我覺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看整個大股東的心態是怎麼樣 像這一次我們能夠抓到這個基因公司 有內線交易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江麗芬小姐 從五月多一路在賣此股 他申報轉了2200多張對不對 他就被市場上抓到 所以我覺得你要留意的是 他大股東的變化狀況 投資人可以去看 我們的目前的上市的這個 我們的公開資訊觀測站 裡面有每個月的大股東的持股明細 你可以去看董監持股的變化 你每個月都要追蹤 尤其是你買了這種借殼上市的股票 你一定要每個月去看 因為每個你從中間就可以看出 大股東他們或是說監察人 甚至董監是他們的持股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他們持股有不正常的減少的時候 你對這種這個借殼上市的公司的股票 你真的要停看停 對真的要很仔細對不對 經理你的看法呢 剛剛提到說我們每個月都要去檢查 到底有沒有異常的這個出入 這個人事的出入 您怎麼看呢 其實我是覺得說呢 市場呢把這個基因呢 前陣子把它列為警示股 可是呢這個警示股來說呢 其實有正面跟反面來看待 當然反面上面來說呢 這家公司可能是已經真的出了問題了 可是在正面上面來看的話呢 反而是成為呢 一般投資人追逐的目標 那很多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只要呢被這個主管機關 列為警示股的話 就是表示說 它可能是漲不停的股票 或者是呢 它可能是跌不停的股票 那問題是說 這一家公司基因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從它的K線圖上面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在2011年12月15號以前的話 它的一個股價最低呢 是來到了1.99塊錢 所以剛好就是符合 我們之前所提到的 兩三塊錢的水餃股 所以呢 如果那個時候 新團隊進場去買這個殼的話 其實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所以時間呢 跟金錢對他們來說是有利的 那可是呢 我們知道說 當他換了經營團隊之後 其實這一家公司呢 剛開始就是大家在蜜月期的時候 新的作手進去之後 一定會 幾乎啦 90%以上都會拉抬股票 拉抬它的股價 所以呢 在12月15號 2011年12月15號以後 再減資完 再增資 然後呢 它的一個股價呢 從26塊錢 沿路的 僅僅漲到110塊錢 然後再繼續 因為呢 透過某些知名度的擴張之後 所以呢 再度的從110塊錢 然後漲到最高價 212塊錢的位置 那只是因為不小心被 某一個麵包達人踢爆了 如果沒有踢爆的情況之下 我想他可能 可能現在還在享受那種 所謂的高本益比的那種 那種高價位 那所以這一次來看的話呢 是剛好不小心被戳泡 戳破了這個泡沫 那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投資人 他的泡沫沒有破滅的話 應該他跟生技股來說 是有比價空間的 那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了解說 他的大股東的這個聲讓來說的 大概就是在這一次事件呢 這個被制造了之後 然後他就積極的開始做出脫 手中持股的一個動作了 所以呢 大家還是要留意說呢 一家公司 他的本業的收入 跟他業外的收入 大概是佔多少比重 那如果說呢 像基因公司的話 他是掛生技 可是呢 他也沒有做醫材 也沒有在研發新藥 然後也沒有在學民藥 也沒有做原料藥 那他只是在做這個 麵包的收入而已 那等於說 跟食品業差不多嘛 那食品業的本益比 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股價修正是必然的 所以這也是要注意對不對 就是你剛剛提到 我們在新聞裡面有看到 就是基因國際 他本業就是醫美嘛 不過董事長 許君他併購陸續併購 包括冰包店啊 火鍋店 看起來就是在做食品類的東西 那這些餐飲品牌的業績 其實就佔他們總營收七成 不過我們如果說 像這樣子 掛名生技股 但看起來像是觀光餐飲類股 這是不是也是一種 許君看起來就是嘛 那如果說我們 繼續想要總結好了 總結 如果說 以這樣來看的話 那業外收入到底比重要多少 會是比較合理的 對 我們知道說每一年 每一年 我們那個證交所規定是 你在每一年 你在檢討去年的營收比重 假設說你現在是生技股 結果你發現到你的營收比重 已經是別的類股 比較多的時候 你可以改挂類股 但是因為這一次的基因打染是 基因公司是因為 它其實已經這個 食品占它營收比重 其實已經比較高了 但是它也沒有改挂 為什麼 因為生技類股的本業比 比較高嘛對不對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的話 電子股如果你賺四塊錢 你本業比十倍的話 是只有四十塊 但是如果你同樣是生技類股 你賺四塊 但是本業比是二十塊的時候 你的股價是八十塊 這樣一來一會 差了四十塊 所以對這些 這個被借殼上市的公司來說 你要看它 第一點就是說 它是不是有意圖不軌 它想要改挂到 譬如說生技類股去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警訊存在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看 這個所謂的 它的業外比重到底要佔多少呢 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這個本業公司 營運得非常好的話 我覺得如果它公司 大部分的獲利是來自本業 那是OK的 但是如果它的獲利 是來自業外的時候 你就要非常小心 尤其這次基因公司裡面 它現在基因公司 在胖達人佔它的營收比重 已經高達四成到五成左右了 它獲利也是佔它公司的絕大部分 這其實獲利是來自業外 事實上是來自於麵包事業 但是它掛了牌 卻是掛在生技類股 要生技類股的本業比 它等於是用別的EPS 來掛生技股的本業比 把它的股價炒高起來 所以你由這些動作都可以分析到 它就是要炒股票 對 所以有這些警訊的時候 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對 要小心 要撈過其實撈太多對不對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經理 如果說你現在建議投資人說 他們現在要進場投資嘛 對公司一定要有所了解 那你會怎麼樣來建議他們 買賣股票做哪些功課 其實呢必須要了解 這家公司的它的一個產業面 究竟是歸類在哪個產業 必須要了解說這家公司呢 它的營運主要的收入是 主業是在哪裡 那當然呢 如果是做業外投資的話呢 大概佔比例 我覺得應該是一到兩成左右 是適合的 那我最近看到電子業有一家公司呢 它也是在做業外 是2384的盛華這張股票 那盛華呢是做中小尺寸面板的 結果跨足要做健康食品 所以呢這裡來看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想提醒給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啦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重點是他的經營團隊 如果說他的經營團隊呢 是過去呢 是被大家所信任的 是有口碑的話 那我覺得還是不錯 那如果就是如同這個 世聰所講的 可能可能以前都不知道 他是何方神聖 何方人物 何方來歷的話 那我覺得還是小心一點 會比較好 對 但是繼續想要總結啊 那如果說 我們投資人要看財報 看公司財報要住在哪些地方 我覺得這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要看這個公司的營收 到底狀況如何 就是說是不是有出現一個 不合理的波動 譬如說 人家明明同業都表現非常好 他自己表現非常不好的時候 這種公司你要特別的小心 再來就是說 你要分析裡面的話 我覺得有幾個數據 大家一定要去看 就營收賬款的部分 因為很多公司 以前都是用篩貨的方法 甚至說用海外子公司的 這個做賬的方式 但是他沒有辦法收到款 這是很確定的事實 所以如果你在看一家公司 他營收賬款 在一段時間持續的增加 然後這個收款的天數 也是一直增加的時候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再來就是 你要看這個公司的存貨 當然存貨的話 你要看這個 因為有些這個產業不同 譬如說你是設備業 你存貨就會比較高 但是如果像這個徐勤平先生的 這種醫美業的話 事實上他的存貨應該非常低的 所以有些這個不同產業 他有不同的Mega去看 這些數字 你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存貨天數 存貨的這個 存貨的這個狀況 或是這個營收賬款的狀況 但是你不是去說 他這個天數好像有過高 你一定要跟同業比 他比同業高很多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 就是一個異常的狀態 對 沒錯 如果說我們現在 當然投資都是有風險 當然如果說投資你要賺錢 可能我們看準要找這些 借殼的股的話 要怎麼來看 就是如果你會有什麼建議 就是哪些特質 他對於體質來說 是比較良好的借殼股 如果說我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投資人的話 當然就是不建議投資人 去買這種借殼公司 但是台灣的投資人來說 其實都算是比較投機一點 那投機的話 對於有一些剛剛 才換殼的這個公司 新的經營團隊進場的時候 其實在短期之間 短線上面來說 確實有甜頭可以吃的 所以對於這種股票來說 你就是不可以跟他一起談戀愛就對了 就是說你賺到 然後就跟他說再見 就拜拜這樣就可以了 那當然現階段而言的話 台灣股市的這個標的這麼多 那有一些有口碑好的經營者來說 確實也不錯 那我是認為說 就是最好就是不要過度的冒險 那你潛嘗即可 那多做一些這種借殼股 是稍微有一點樂趣 不排除也是有賺錢的機會 我覺得也是可以介入 對 我在這邊補充一點 就是說 事實上你借殼公司要成功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 它營收到底會不會灌進來 有時候市場 它現在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市場會放假消息說 某某公司股價過低 可能會被市場派誰誰誰介入的時候 這時候你千萬不要馬上去買 因為借殼公司要成功 第一個重要一定是 它營收願意灌進來才有效 所以你要看的就是說 誠信的 這個這個 所謂的借殼人的誠信問題 像我們知道有一家公司 被一個這個 國內非常大型的代銷業者 給這個借殼之後 它股價連續飆了二十幾根漲停板 市場傳言廢廢廢 講說它可能會把這個 它代銷這幾年業績灌進來 但是到底有沒有 你根本不清楚 所以你要比較安全的時候 是看說它真的有 灌進來的跡象 包括說這個公司的業績 已經開始明顯的起飛 另外還有提醒大家一點 大家這次在看基因公司的時候說 基因公司不是炒到兩百一十二塊嗎 那如果原本基因的投資 那不是賺翻了嗎 它那時候跌到一塊多 如果我都沒有賣 我到現在賺到兩百多塊 我也是賺錢 不是這樣子 你在投資這個 這個所謂的借殼上市股的時候 因為借殼上市 假設你是原始股東的時候 他可能會經歷過減資再增資的過程 但是減資的過程 你一定會被減 但是增資的過程 他不會讓你增資 他等於是說恰特定人 比如說他的親朋好友 甚至說他的這個市場 他的公司要多增加一些持股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的話 你的股權一直不斷的被吸食 所以你要投資這種 這個所謂借殼上市股 你一定要等到他一個跡象 就是他財務已經整理完成 他已經不會在做減資的動作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投資 不過這個通常都是他已經在借殼 可能一兩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要好好做好功課 長期的觀察 還要見好就收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談借殼上市 後我們回來了要考到大家 對於股票投資的觀念了解多少 我們下期見了 我們下期見了